不过胡大哥却并不着急处理小海鲜 而是切起了肉丝 这是要做什么呢 这个是焦头 上面的肉丝是焦头 就是咱们海鲜面上面 还有一个肉末的一个焦头 对对对 放在上面的 胡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 海鲜面虽然包罗万象 但味道的灵魂全靠这一锅炒肉丝 它不但是咸味的主要来源 还能给海鲜面增添猪油独有的汁香 炸的这个有点香味全部出来了 把这个水分就炸完就好了 现在已经很香了 锅里面现在已经是肉汤了 就是它的水分还有啊 就炸的干干的那种 对对对 把肉丝大火翻炒20分钟 猪肉的香味在整个房间飘荡 胡大哥表示 他要加入一味蜜料了 番茄酱 番茄酱 对对对 是跟糖的作用一样吗 对对 它有一点甜味的嘛 一点点甜味 是要加一点白茄酱就好了 胡大哥说 酸甜口的番茄酱 不但能给猪肉提鲜 还能中和油腻的口感 这是他制作海鲜面 好吃的秘诀之一 嚼劲特别强 然后瘦肉里面的汁已经收掉了 而且还带着淡淡的 咱们那个番茄酱的酸甜味 还真的在肉里边 对对对